大家好,我是小勇 现在早上七点钟了 这边社区通知 全部去那个 那个那个 人力资源那边去做核酸 今天这个苏州外边下雨了 降温了 然后把昨天收拾的这个 凹全部拿出来了 穿上凹去不冷 看一下啊 下着这雨 小雨 这几天连着都有雨 今天预计要下到下午了 我们房东这么早起来了 房东 扛奏就是胜利 扛奏就是胜利 咋就是什么东西啊 扛奏就是胜利 房东听不懂 我要给他写出来 扛 扛字 扛字不会写 扛 扛奏 扛奏 奏我也不会写 哦呦 就 就就就是 是 啊 明白了吗 扛字这两个字写 写不写 我写 写是胜利 我懂得问 扛奏就是胜利 对对 我的文化程度不好啊 我读了读到串 小的时候调皮捣蛋 我写 替北王子你这都是 你写 抗是这样写的 抗 嗯 走 走 我想了半天光知道走是这样呢 嗯 挨走了走 我写了生理多好 俩子 是吧 灰菜热一下啊 热一下当早餐 小魔灰再放了一碗上了 你不看啊 再来一碗哈 一碗不够喝 最后一碗哈 修丽就吃了 罚车了啊 还在下 现在秀丽去看 去这个超市看 有没有雨衣啊 下雨 衣服都淋湿了 30块钱啊 买了一个 现在到这个 呃 国际青年社区啊 这个雨衣哈 上面是不湿 这个鞋子还是湿了啊 我希望全世界 真的很快这个疫情 就会停下来啊 然后没有天灾 什么都没有 希望我们每个人 都过得很开心 很健康 看这下面全是水 这个速度挺快哈 滑滑的往前走 现在基本上全身都湿了啊 除了上衣没湿 现在到这个棚子下面了啊 哎呀这个感觉是真是好啊 啊 啊 做完了啊朋友们 呃 没带身份证的有照片就可以了 他们拍一下照信息就出来了 然后他会发了个这个采集码哈 证明已经做过了 呦工作人员下雨也是更不容易 做完了他到9点钟去坐厂车上班 公司给了两个小时的假 好了朋友们 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啊 感谢你们的观看 喜欢的话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